师父留下来的干粮就剩一个白面馒头了 好饿呀 突然从房顶上的窟窿跳下一个人 破音烂山的老道 一把抢过烟宝手里的馒头 乖徒弟 师父就知道你会把这个白面馒头留给师父的 我就该早点把馒头吃掉 乖徒弟 收拾收拾 师父今天送你下山 我可以下山了吗 乖徒弟 把师父以前跟你说的话都记住了 以后他们云台馆可就指望你发扬光大了 你那几个师兄指望不上 师父 你都不让师兄说他们是云台馆的人 他们怎么发扬光大 不够他们丢人的 师父 不是小油不是傻 不让师兄们说你是他们的师父 还不是把师娘们顺藤摸瓜找到你 我不说 是因为我还是个小奶丸 什么都不知道 不对啊 那师父怎么就让我去给云台馆发阳光的 我去难道就不怕被师娘他们逮住 师父 你这个脏了多自坏地狠 放心吧 师父 我保证被那些个师娘抓到以后 不说说你的曹山地 走了 然后一个传送福祭出 这人就没眼了 什么 师娘 这笑没良心的 师父白疼你了 走得也太快了 也不和师父道别 也不给师父留几张传送符 不对啊 小徒弟啥时候会画的传送符 他 他居然长猪啊 下次见到他一定撒破打滚多好几张俘虏了 怎么办呢 小徒弟刚走 我就开始想他了 可我又不能不让小徒弟走 好伤心 烟宝转瞬被传送符带到了山下 城门口正围着一堆人 在看一个人手里的画像 烟宝挤到了人群前面 看到画像的人 怎么和我那师父那么像 大娃娃 你认得这画像上面的人 不能说不能说 打字也不能说 这样是让他们知道我是师父的徒弟 那我小命就得不拔了 我还没找到爹娘呢 于是烟宝紧紧地捂着小嘴巴 猛劲摇头 然后他赶紧挤出人群 溜至大吉 烟宝跑出去好远 才停下了小短腿 师父 烟宝又让你躲过一些 刚才跑得急没留意 这下抬头 他才发现 自己站在了一个卖包子的摊位前 我今天可还没开张呢 你可别指望跟我画圆 烟宝舔了舔嘴唇 把小手伸进背着的破布袋子 拿出一张黄纸符 我用这个换 给我十个包子就行 去 你当我傻 一张破纸符就想换我十个包子 你以为你是假花仙 随随便便拿出一道符来 就价值黄金百两 要不还是回到城门口 去找那个拿画像的人 拿师父换几个包子 师父这么疼爱我 应该不会生气的吧 你以为是什么 宝贝